準備要開始 那你課程中錄影錄音請你不要公開 因為我們都有寫一個歷書 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回去做復習 但是也要轉給其他人 那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陳怡峰老師 謝謝 你們看起來都很漂亮 感恩這一片天地 宋神 感謝地主 李主和李公 感謝所有工作人員的幸福 同時對今天各位 可以從全台灣各地 這麼辛苦的跑到這個地方來 光是這一份的心 我想就已經足夠 而且我相信 剛才校長講的沒錯 國入所謂的環境保護工作者 基本上沒有任何回報 我們一個朋友以前叫林勝崇 那個是打死不退的 怕死不退 他做了一輩子 有一天他如果辛苦的時候就會跑來找我 吐一吐苦水 他說什麼案什麼案的時候 然後他被誤解被怎麼樣 我是炭軟炭的 我說你炭水小 那事實際上本來這是基於公益的這個狀況 活生是一種義無反顧的 可是你看看這個社會把這些環保團結的人士妖魔化 請問你這些人不就是所謂以前所謂的藝人嗎 然後他就故意給你貼標籤 給你說你是有正義的人 跟你講能夠投身這種公益事業的人 人格上從無正義他是關切有正義的議題啊 可是呢以小是被這樣扭欺 我想因為今天時間我必須緊縮 那只能很驚訝的來提喔 那個人差不多了吧 在我們這個商課開始呢 因為我們不必有任何儀式 而且這是等於是會前賽 這個生態保育的這個工作呢 這些教育的內容呢 我們主要是放在一夜一夜份 各位如果有興趣就繼續來 反而呢在這個所謂的生態先修班呢 照理說應該是比較軟調 比較容易接近親近的這個方式 來引導人來進入這個聯誼 但是呢我們的排法恰好相反 今天呢看得到就這兩篇 就是說比較有一點專業化的傾向 所以怕大家嚇著了 所以呢就由我這個只會講普通話的 來打前空 那我今天這一套介紹的東西 就是送給各位 我相信很多照片都是很珍貴的 那你可以馬上你聽了 而且那個文字稿都有啦 你只要再加上自己的知道一些資料 不管是影像或者是這個文字自信 那你就可以運用字幕 那今天呢我鎖定的就是大台中地區的生態的簡介 那我的切入點都是稀松平常化 而不是那麼嚴肅 那給各位的資料的第一篇 那個就是說要重規重疾的來介紹 那你看啊這個就很符合陳一鋒的著作 我的著作非常棒 當你失眠的時候拿出來 三行你就睡著了 都不用那些什麼什麼安眠藥 那如果你把生態保育當作一種工作 生態保育環境保護 你把它當成一種工作 一種額外的負擔 那麼你需要的是永遠學不完的知識跟技術 很可能你也會有學習的壓力 如果你能夠體會到生態保育 其實是我們以生計來的情感跟信仰 那麼從學習到實踐 只是自自然然心安以得 甚至於可以為他舌聲起義 所以我再給各位的造生簡章上面 一對的前面 第一句話跟大家講到 日然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等等 不僅是知識教化科學教育 更是人格的培養價值改造的教育 它是奠基在屬靈的 對身體的中調情懷 跟人心的終極來處 並且對生計做 世世代代做成一半 你不要看了就害怕了 哇 要請這樣請唱 要跳 沒有 前面一句話 從學習到實踐 只是自自然然心安以得 對 那麼我們往下呢 就 這個時間要不要 適合十分鐘 可以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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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